這個炸雞超好吃的 我們的烤牛肉中間還是粉色的 各位我們現在要去吃一個 我在網路上看到有人說他的泰國菜跟 好像是類似像雜雞的還蠻好吃的一些餐廳 他是在鮮羅站這邊出站了以後往下走 他這邊有一個晚上都會有一個刺激 然後他在百貨旁邊的巷子裡走進去就到了 不知道要不要排隊我們等一下看一下 找到了找到了 他就要這一間叫什麼 吃飯的時候通常都是要排隊 現在裡面人也是很多 對他是泰菜的 好便宜喔 他每一道菜差不多都八十五九十五而已 照樣是他們的招牌 咖啡木瓜沙 鹹蛋木瓜沙拉 青芒果木瓜沙拉 啊炸雞 他有名的炸雞 烤牛肉 烤牛肉 然後烤豬肉也聽說也很好吃 然後這是 炸罐腸 那應該是炸就像我們的那個 炸黑輪 然後這個是牛肉乾 其實他的價錢都好便宜 超便宜的啊 超便宜的 我們點這個烤牛肉好不好 吃吃看 因為炸雞是他一定要點的啊 我今天來吃要吃他的炸雞 我沒有想喝湯欸 那你就點這個啊 欸那個是湯嗎 豬井湯 好啊那豬井湯 比較特別的感覺 這是我的蜂蜜檸檬 因為是滿滿的檸檬 那裡面有放肉粿喔 這個是 魚乳點的甜點 看起來很像是 仙草 不歸零糕 它上面這個是黃豆粉啊 來吃一口看看 把它摻在一起吃看看 小丁 哇欸 要把它攪很均勻 要把它攪很均勻 它上面那個黃豆粉是超級甜的 然後 底下那個應該就是仙草啦 那仙草 要弄得很均勻 應該就不會這麼甜 這樣就不會這麼甜 台灣味 對啊台灣味台灣味 仙草蜜 仙草蜜啊 那我們這次 這一間店 我們覺得 未來吃的目的就是這個炸雞 120塊而已 超便宜的 試試看吧 看起來是有鹽過的 哇好juicy的感覺 哇 比它的120塊來講 我覺得算不錯 它算是雞翅中 口味做比較精緻的 不會太死鹹 這是我們的烤牛肉 中間還是粉色的 那看起來是有用他們的那個 辛香料鹽過 然後旁邊有附一些小的這種清爽的菸菜 然後這個是剛剛誰 這個是叫什麼 脆骨 脆豬骨湯 先看看 牛肉 哇 牛肉 好吃耶 很像是非力牛排 然後 然後 菲律平的奶牛 牛肉的嚼勁 然後是瘦的 牛肉味 蠻重的 好吃 才120 好便宜 它旁邊的醬就是那個 他們泰式烤肉的一種醬 沒有香茅味什麼都沒有 就是很好吃的牛肉味道 它牛肉旁邊帶一點油脂 下去就是那個 牛排的香味 肉質很濕 這個炸雞超好吃的 這個炸雞真的超好吃的 吃吃看這個脆豬骨 它裡面肉超多的 你看 肉超多的 先喝喝看它的湯口是什麼 看起來很像光陽光 吃吃看這個肉 看起來很像那個 我們的那個乾臉 很嫩耶 看起來超像乾臉的 很嫩耶 很大塊耶 120左右而已 超便宜 然後整碗肉超便宜 而且它肉不是像我們 台灣的小餐切片 它是切塊給你 大塊 可是 直接切塊的 超多塊 這間店是在那個 他們那個鮮羅廣場旁邊 這個如果你在吃飯時間來 覺得都外面都要排隊喔 所以 建議的話 你可以下午差不多 下午四點半 四點到四點半 那個時間來 這個人 這時候還不用排隊 可以比較早吃到 我們吃完這一家了 這一家真的超好吃的 來看一下 這招牌跑哪去了 招牌 招牌 好啦 反正你看我們的影片底下的資訊 就知道 這一家真的很便宜 它每一道菜 它是青木瓜絲 是主角 但是裡面賣很多 泰國菜 有泰國的東部跟北部的餐點 它都有放在裡面 每道菜平均都只有差不多 80到120而已 超便宜的 所以這邊是一定要吃它的烤牛肉 跟它的炸雞一定必點 超好吃的 好啦 那今天大家這樣子 我們要下一個行程囉 掰掰